姐姐结婚与父母难舍难分 我结婚父母子寄一封信 打开我气不成声 我叫丹丹 我有一个姐姐叫芳芳 她比我大七岁 我父母是做养殖生意的 他们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四处奔波 非常辛苦 但他们每个月的收入也比较高 所以我的家庭条件比同龄的孩子要好一点 我上学的时候每个月的学费也比同龄的孩子多 所以我小的时候不愁吃不愁喝 过得也算比较幸福 可我的姐姐她就比我过得更加幸福 因为小的时候她的成绩就非常好 在学校里基本都是名列前茅 所以我的父母非常的偏爱她 几乎家里面做的好吃的时候 都是让姐姐先弄筷子 父母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每次有好吃的我想先吃的时候 父母都会跟我说一句 等姐姐来了再吃 所以小的时候我也总内心里比较恨我爸妈 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太偏心了 对我的感情竟然还没有姐姐的一半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滴的过着 转眼间我已经大学了 而我的姐姐已经准备嫁人了 大四那一年 姐姐和姐夫就举办婚礼 婚礼当天场面搞得非常隆重 热闹 可以算得上是我们镇上 举办的最隆重的一次婚礼了 这让我非常的羡慕 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有姐姐这么好的命 找一个这么有钱的老公 最让我难过的就是 在婚礼上我父母哭成了一团 和我姐姐拥抱住了在一起 那种场景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分离死别一样 让人看了既是感动又是心酸 姐姐结婚后就跟她的老公去了外地 在家做了一个全子太太 生活得非常幸福 而我的爸爸妈妈想多赚些钱 也去了外地养了很大一批牛 我自己大学毕业后 跟我男朋友进了同一家公司上班 虽然每个月挣得不多 但是两个人能在一起上班 感情就会变得非常好 再加上我男朋友的家庭条件也不差 所以让我还算比较自足 我和男朋友谈了五年的爱情 所以打算结婚了 并且我和我父母说过这个事 我父母也没有反对 他们说我认定的就是最好的 他们也没必要再去考啥了 于是我们两个人上个月结婚了 结婚当天来了很多亲戚朋友 加上同学同事 婚礼办的也是非常热闹 唯独就是我的父母竟然没有来 等到婚礼快结束的时候 一个陌生人给了我一封信 说这是我父母给我的 让我看一下 一开始我非常愤怒 因为我觉得我的姐姐嫁人的时候 爸爸妈妈对她又哭又拥抱 而我结婚 父母就给我送来一封信 人都没有来 我的心情全程都黄毛三脏 有几次差点哭了出来 可没想到我把新婚打开的时候 直接让我崩溃了 原来我的母亲和父亲 身体都染上了癌症 一直在医院住院 所以没来参加我的婚礼 而且他们的身子骨太虚弱了 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看到这些气不成声 我决定以后要好好孝敬父母 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在стр コミュ 헤 Collins 还好好aro 我不能拥下 相职